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照片是在这个墨西哥的布埃布拉州 基本上最后断定玉米的起源就在这个地方起源 这是这是玉米的本来的样子吗 还是对 任何一个一个主要的人类食用的主要的农产品的这个起源 如果它是这个起源地的话 它一定有很多次生的共生的同科的其他的植物 就像咱们这个小米旁边有狗尾巴草一样 它一定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植物 那些植物不能吃 而这个植物能吃被人类慢慢慢慢栽培和驯化 慢慢变成了人类吃饭的主要 咱们再看下一个 刚才这个玉米的本身呢 因为是墨西哥起源 所以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为止 墨西哥人从上至总统呢 下到这个最普通的老百姓 都吃一种玉米做的小饼 这种小饼叫多地亚 这个我去的这个 就是现在这张照片的这个呢 就是这个一个印第安人家 他们生活非常穷 家被这个 因为种种的一些原因吧 这个房子被那个大腿肉给烧了 被人被赶出来了 赶出后在外边就流浪 站了一块地方住着 然后呢 他们自己呢 站住了一块地方 就在山坡上种一片玉米 种了玉米以后 打开了点秘密 在门口堆着一个堆 每天呢 这个老太太和女的呢 就弄一些玉米棒 搓下粒 自己拿磨 马上磨成磨 磨成粉 就立刻就做成了小饼 这一顿饭呢 就是一个一摞玉米饼 然后呢 用那豆子 就是咱们讲一般像云豆那样的豆子 煮成这种 就很软的那种豆泥那样的 咸豆子 这就是菜 豆子 饼就是主食 再喝一点喝的东西 喝一点咖啡 这样就是一顿饭 这个饭当然非常简陋了 这个 这种玉米饼 中国人我想更是这样 包括欧洲人 都觉得这简直不是 就是太低劣的食物了 都很不喜欢吃 但是印度 印第 但是墨西哥人 就是玉米的孩子 他完全被玉米培养起来的 所以啊 我就说 就长见识 现在啊 你像任老师 你也是在德国生活多年的 现在其实有个全世界的问题 就是说 所谓全球化浪潮 但因为这个全球化呢 似乎我们觉得你看 很多独特的这种生活方式 乃至于农作物 好像我们都越见越少了 就是什么东西越来越统一化 越来越一模一样了 工业化 工业化 甚至你现在看这个各个大城市 不同国家的大城市 也越来越像了 然后我是看他最近写的很多散文游记啊 哎呀 我就有一种感触 就是原来在历史上 包括甚至现在在全世界上 有那么美好的一些文明 当然他表现在艺术上 建筑上 文学上 明歌上 甚至是为待人处事 道德风尚 其实是那么有意思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就像你看到这个内蒙的草原 一天天在沙画 在缩小一样 就似乎你也看到一种趋势 恐怕 也就逐渐逐渐湮灭绝了 所以不由得就有这种撕骨之忧情啊 就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这个全球化的浪潮 有过很多很多个浪潮了 而且从左面的来的浪潮 从西面来的浪潮 从东面来的 有各种各样的对全球化的定义 但是咱们现在想说的 这实际是一种 这个消灭和这个同化掉 这个少数的有价值的 有艺术感的这种文明的这种 这种浪潮 这恐怕从1492年 所谓的地理大发现 哥伦布发现美洲 大概这是第一次 比较值得重视 比较重要 也值得批评和批判了 这么一次全球化的过程 我学的中学历史课本 基本上是赞美 我看是哥伦布大发现 对对对 在中国包括这个 1492年的500周年的时候 中国的学术界 地理学界 恐怕也都是一片赞美之声 我觉得这是愚蠢的 因为这个1492年 在拉丁美洲的这个殖民化 造成死去的 这个在拉丁美洲 不光是拉丁美洲了 包括北美洲 就是这个英语美洲 死去的这个印第安人的数量 现在最大的数字是7000万人 最少的数字 就算减一半的话 也得有3000万人 这个7000万这个数字本身 还不是这个被屠杀者一侧 提出来的数字 是当时这个屠杀者阵营中的 一个有良心的神父 就是叫拉斯加萨斯 就是西班牙当时的神父 这神父非常伟大 在西班牙的官方 这个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这个天主教的 这个世界中 我看也是尽量的贬低 他的地位 虽然哪里有一个 他的像有一块的牌 但都是尽量不说他 这样的一个状况 他当时对这种疯狂的屠杀 这种完全没有人性的 这种疯狂屠杀不能容忍 他就是写信 这个反复的 全力以赴的呼吁 保护印第安人 而写了这个很著名的 西印度毁灭史月 这个书 这个书和他同期的一些的 他的同志的一块的奋斗吧 实际上 那个怎么说呢 我说的不一定准确 实际上是造成了 后来的国际法的一个处刑 就是 跟拉斯卡萨斯不能叫齐名 但也同样做为印第安人说话 为印第安人辩护 保护印第安人的工作的 有一个在西班牙有个城市叫萨拉曼卡 萨拉曼卡 萨拉曼卡这个城市中 有一个神父叫维多利亚 这个维多利亚神父本身的 当时保护印第安人 反对这种所谓的认为自己是文明 文明国家就有权屠杀人和征服人 这个把别人变成自己的奴隶的这种 西班牙当时的这种 这种国家政策吧 他的这种反对的观点 现在被认为是国际法的 这个近开始的起源和准则 我现在啊 也有想 也不知道怎么去想起 这张成志老师 一向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塞热 广告之后见 但是这个张老师呢 我发现他有一特点 哪怕不但在中国呢 老跟穷人混在一块 到了这个外国 一到不管去哪 就住在最便宜的小旅馆 就跟这个穷哥们们混在一起 咱们再看这个照片 挺有意思 说是这是 这是哪啊 古巴 古巴的这个穷哥们们 这个这个地方的地名吧 叫mano de negro 就是黑手 黑手 这个地方过去 这个殖民者在这儿吧 把这个黑奴抓了以后 在种植园中 就是干活奴役他 因为黑人黑奴实在受不了逃跑的 他把他抓回了以后 剁手 剁手 就在这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了看这个 喇嘛 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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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点 找到了这个地方 找到了这儿 有一帮哥们正在这儿 玩着下棋呢 我们就跟他们聊聊聊 就聊成朋友了 所以我看 把照相机递给他 让他帮我们照相 那一上呢 确实有一丝犹豫 然后你就会被我们抢走 因为他们也被外边 这个妖魔化成 整天抢人呀 这个那的 但是我觉得当时 那个气氛没有问题 然后你就交给他 肯定给我 你看照得很好 后来那个 我们说 这张照片 一定给你保证寄到 你给我留地址 他们说 你写你写 他字写的 好像他写 他听说 让一个所谓字写的 好的人把地址写到 所以你看 从你对这个历史和现实的这个接触里啊 我感觉他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立场 就是说呢 好像要为这个被压迫的人 就或者说是受歧视的人 这个鼓与呼 包括呢 是对现在这个全球化潮流的这么一种抗衡吧 我就觉得是不是您还是属于那种相信正义 相信理想 那样一些价值的人 那当然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这个心目中的支撑吧 而且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是这样 但是呢 如果谁认为这样是错误的话 那是他这个人又太有问题了 可是呢 为什么说像你认为这样绝对正确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现在呢 你要特别坚持这种主义或者这种立场的话 往往别人确实看你这人有点怪 那么不通达情理 那么 那不一定吧 你看着在哪看着怪 假如说如果说在在现在的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要入室啊 要要做什么事情啊 像走向全球化 觉得好像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东西 但是呢 这几年来的话呢我们又开始反思如何对待我们的这个民族的文化 嗯 艺术 包括有很多这个文化最核心的东西 包括我们现在阐述的所谓东方人的道德 嗯 嗯 那前不久那个 呃 程志讲的 讲到一个关于对火药的这个 嗯 说对火药的人 说东方人怎么看西方人怎么看 是吧 对 你和我们讲一下三四大发明嘛 对 是火药 呃 你觉得这个里边有道德因素 当然有 中国人发明了四大发明 这里边实际上最要命的一件发明 不是别的 而是火药 是吧 东 而这个火药本身在中国 被人嘲笑成 我们中国的精英也这样讲 中国人真笨 挺愚蠢 只拿它做炮 你知道吗 光听他讲 是吧 但是而西方人把这个火药一旦传进了西方之后 它马上做成枪炮 而且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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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武器的生产 是变本加厉非常高的速度 嗯 几乎在十年左右叫更新一代这样的速度 来来来怎么说呢 来杀人 来杀人 对 来发展这个杀人武器 而中国确实没这样的历史 对 中国的火药很漫长很慢 对 后来还是殖民主义敲开了中国大门 不得已中国才使用了热武器 对 过去你比你的英雄气感 你用冷冰气比 是吧 对 这些话今天 我们的精英都说着很迂腐 但这里边存在着一种道德 对 中国的火药确实造了炮仗了 做了做了爆竹 净神了 我觉得正因为这一条中国人才应该自豪 对 我们中国人的文明中没有发明一种 专门为了敌视别人 灭绝别人 这个欺负别人 和漫长的统治别人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科学优势 我们从来没有理解 可是 哪怕付出被打败被灭亡的代价也值得自豪吗 和把被打败和灭亡是后来的事吧 对 是是后来的事情 这有一个历史的阶段的问题 是吧 但是我们今天只能从今天这样一个 一个台上 一个历史的一个观景台上 回顾过去 回顾过去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 这里边就是存在了一种东方式的道德 那也是中国式的一种文明 对 是吧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还有一张这样的照片 张老师给介绍一下 说这是个游击队的那个布偶 对对对 这是在墨西哥的恰帕斯州 刚才咱们说到玉米的时候 那必须得接着玉米说几句话 我们作为中国 中国也是个农业国 是吧 我们哪怕是没有深入农村 大家坐上火车的京广线上 这个一望无际的这种庄调田 任何一个人都看得很习惯 而你在墨西哥很难看到 大规模的农业 很难看见大片的农田 甚至你在这个玉米的 取原地的这个 这个不爱不达州里边 很难看到大片的玉米地 非常非常就是刁斑 衰落的让你不能想象 然后一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呢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一个跨国公司生产的 这种转基因玉米 转基因玉米 这种玉米本身的价格呢 比他们种要便宜的 便宜的多 这样的话 你自己国产的老百姓 这个这个这个种的玉米 就没有任何竞争力 与其我种辛苦 我还不买你的便宜吗 这样呢 现在到今天为止 大概我不是很 我不是专家 我大致听的数字是 今天已经是40%的玉米养胀量 是靠进口 那也就是说40%的玉米种植农 实际上已经 失去了 失去了 这些人怎么办呢 到美国去打工 所以美国又高筑墙 又又又又设 据说他们的那个移民局 都用坦克了 都用坦克了 就是拼命的逮人 然后来防止老百姓 进入他的领土打工 来占他的便宜 而老百姓在这边 就越来越穷 而且这个转基因玉米的可怕在哪呢 它有没有毒 现在还不清楚 但是它至少是不能当种子 这最可怕的 你买我的玉米 你可以吃 吃完明年的 你想拿它留了一半当种 像老农民的思路 第二年种的话 这玩意不涨 对 还有这个资本家 就要阴的 对 你这说句话非常关键 资本家是非常阴的 第二年您必须对不起买我 这个价格 今天不是便宜吗 明年我可怎么涨就怎么涨了 对 如果十年二十年这样下去的话 这个价格是我说了算 而不是你说了算了 而且这个东西已经就从 现在不是有个词叫食粮安全吗 对 那会儿我就不一定是跟你做买卖玉米的问题了 我要求你的国体发生变化 你不变 我不用再出兵 用什么制导导弹 我就把这个粮食出口断了以后 你国家马上就乱了 哎呀 这就是 在今天21世纪已经开幕的今天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角落出现了赤贫的时候 新海固跟它不一样 新海固在迅速地变得 甘肃的新海固 改变这个情况 在变得富 而它本身这个赤贫没有出路的时候 在绝望的时候 人民反抗就是必然的 所以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所有的地方几乎都有各式各样形式 采取各式各样手段的游击队 他们受到人民深深的爱戴 不管什么地方 保护这个弱的 所以甚至于做成那个布偶 然后呢 这个游击队 这个是印第安 这是墨西哥的 查巴斯州的游击队 他们发现今天这个形式跟昨天不一样 昨天的时候游击队比如在延安 在这个胡志明小道 或者在格瓦拉的玻利亚 还有打几枪的周旋的余地 今天的话这种 这种条件的话 会把游击队一下 这个彻底的 怎么说呢 就是起码的斗争条件 有时候都不具备 所以他们建立的这个方式很厉害 他们几乎是不用枪 他有枪但他不用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用小孩说话就坏蛋吧 你想欺负我的话 我收拾你 但是呢 在平常的时候 我不强调拿枪的斗争 我强调我的自治权 他跟政府在谈判 他在骑着摩托车 乘摩托车 到处就离开他的根据地 在全国进行宣传 所以呢 这个影响越来越大 所以你看啊 就是在这个全球化的这个表象之下 实际上世界各个角落呀 就前藏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我就觉得 我们说全球化 我过去听到的呢 那他应该是同时是多元化 对吧 但是实际现在看来啊 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谁做主的问题 有资本家听到的全球化 绝对不会让你做主的 你是美国化 还是英国化 还是什么非洲化 他实际上 这现在看来 就当年中国知识分子提的这个全盘西化 基本上是沿着这个方向 越来越发展下去了 可是这样的话 你们担心吗 当然担心了 就像今天的金融风暴一样 它也就是一个殖民化的发展到最后的一种表现 你说这个 大家都给一个很美好的梦 到今天一看 出现在美国 金融风暴 给世界上带来了如此大的灾难 让全世界买单 对 这是最可怕的 到最后这就和刚才张真志说的说 从1492年到今天500多年的历史 他走到一个点 华尔街 原来说在华尔街如何如何 今天全世界人来买单 这样的社会公平 是不公平 所以讲的是公义正义 但是张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人有句话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这个实时务就是说你看这个形式 基本上你坚持的某些东西将来说不定就消亡了 而且现在看就是这个坚持的理想的这个价值和意义在哪里呢 我想文学也好知识分子也好 他的任务和他的责任和他的价值只有一条 就是坚持批判 这个阿谚奉承到处去说好话 去那个擦脂摸粉 这永远不是知识分子和文学的使命 因为这个人民已经在向你做着各式各样的这样的暗示和提醒 你比如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玩具 这个玩偶 这个印第安老百姓 他是非常不善于表达的 也没有他表达的话语圈 但是呢他们做成成千上万的这种游记队的小洋娃娃 前边骑马的那个男的呢叫Marcos 就是这个就说的这个游记最开始发起人 后边那个女的呢叫La Ramona 就是这个人刚刚死 这个女的印第安人的副司令 所以老百姓呢做成这样的洋娃娃 所有的旅游者来不都想来看我们的奇奉异俗吗 我给你看我的心情就卖这样的洋娃娃 表达他们的抗议 游记队用枪不允许 但我卖洋娃娃可以吧 这起码是言论自由 这是墨西哥卡巴斯州最主要的旅游产品 就是这个游记队形象 但是呢你像某种意义上讲 比如说这个中国我也有作家谈这个问题 好比说我们现在很多农村人为了打工 跑到这个城市里打工 也是给资本家的这个大工厂 这个打工甚至工作条件还是很辛苦 权益呢可能也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呢那些当年挨过饿的人 他就说呀实际上他们自己很高兴了 因为这比他能吃饱肚子还能挣点钱 虽然辛苦有点钱 这个寄回家 那么你是不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全球化或者说是什么资本化 对他也改善了他的生活呢 你说的这些昨天挨过饿的人 这些人饿得太不够了 我觉得 怎么讲 他们本身这个思路已经成了一种 怎么说就像电脑中这个帝国主义设计的一种电路一样 他只顺着这样一个圈转 他为什么就不说让这些人在城里打着工 也有点钱也能寄回家去盖房子的同时 也有自己的权利 有自己的艺术 有自己的团体 有自己申诉自己种种 种种比如包括法律保护 是吧 包括参政议政的权利 有自己的尊严 你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这种忘了昨天饿的人往往是知识分子 他为什么不能强调这些打工的这些人 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可能性呢 那包括现在歌颂这种子女的教育问题 他们是不是人 他们为什么享受第二公民的这种待遇 这种平等吗 但是你怎么理解 他自己还争着抢着 要去找一个这样的工作机会呢 那只能说他的处境太悲哀了 他没有办法 他的选择权只是这么一丝 实际上他应该享受到一捆 他获得的只是一丝 那是我们社会的不公正 和社会需要更改革的地方 应该说还有些方面 已经是在逐渐的进步着 对这种帝国主义主导的 就利益主要为着帝国 就是帝国利益的 或者说今天很具体的是一种全球化的跨国公司利益的 这种全球化 对他持批判的知识分子 我觉得像刚才任世民讲的 最近这些年不是减少了 是大大的增多了 嗯 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像你说的格瓦拉那句话 说是听见任何不平的事情 我的就会气得浑身发抖 人有那么一种 基因 有那么一种基因的话 我们大家都是亲戚 都是亲戚 这是同一个族的 不用讲你是什么民族 你家在哪出身 只要有这个 凡是听说世界上有不正义的行为的时候 你就气得浑身发抖 这是格瓦拉的原话 你就是我的亲戚 这话有意思 但是也有人讲啊 这样的人本身也容易成为叫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觉得不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社会稳定的方式本身最主要的手段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消除不平 让大多数人尽量的享受自己的权利 让大多数人享受他应有的更多的权利 是社会的安全 来自遇看 你一、二、三、四 明显